今天我们开始给大家讲一个比较深的话题 就是关于GVM运行 它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以及内加载的一个过程 我们大概分两节课的时间给大家讲这两个点 讲完之后还要有一个关于内加载器的一个专门的讲解 那应该需要好几节课 就是给大家深入的给大家讲解这个内加载器 给大家讲这两块的目的 就是说通过给大家讲这两块 让大家对这个GVM的整个内加载的过程 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这样的话对我们GVM的动态性编程的理解应该会更深刻 比如我们以前给大家讲的反射 很多人可能现在目前会用 对吧 但是它深层次的一个内存的一个结构 里面的运行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样 可能还不清楚 那么通过我们这几次课呢 你就应该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这样的话对你以后去研究一些高级的框架呀 一些这个底层的圆码啊 或者是研究一些这个热部署啊 对吧OSG啊 对吧 一些更深入的话题呢 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好 那么今天呢 我先开始看看这个内容 就是先了解一下GVM的运行的一个基本的过程 那么我们在这个去启动一个加载程序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比如我们写了一个写了一个加载 写了一个加载呢 首先我们会什么呢 会这个 去编译这个程序 对不对 首先我们会编译 编译完之后呢 通过我们JavaC 进行编译 编译完之后呢 我们要调用什么 调用Java 通过它启动虚拟机 对吧 然后呢 对类呢 做一个加载和执行 这是我们以前知道的两个基本的过程 当然我们重点研究这个过程 就是当你启动虚拟机之后呢 它发生的一些事情 编译这一块呢 我们就不做深入的这个研究 实际上关于编译这一块 你研究的时候也没用 对于你以后的学习和编程帮助不是特别大 除非你要去研究一些对吧 你要自己写完语言 对不对 写个语言 或者是你去自己写一个解释器 对吧 进行编译 编译和解释 没有必要 关于这个为什么 就不说了 总之呢 就是主要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动态性是怎么回事 更加深入的了解 以及呢 了解一下GVM内心的过程 这都对大家的这个以后的学习呢 都是有帮助的 那么 整个 我们去研究这个类加载的过程呢 实际上 就是研究我们一个类的一个加载的机制 正如我们刚刚给大家讲的 要研究这个机制呢 核心有一个东西叫内加载器 这是我们的核心 当然呢 这一两次课呢 我们是先把整个机制给大家讲一讲过一遍 让大家有个印象 然后呢 再深入某一个点 就是内加载器呢 咱们再进行深入 好 我们看 当我要去 去执行某一个类 或者是加载某个类的时候呢 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大家看我们这个内容 大概呢 会发生这样一些事情 第一 首先就是干嘛 加载 然后还有什么呢 链接 还有初始化 完了之后呢 那就是什么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类的 就可以使用 所以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分的粗糙一点的话 也就是说 整个的加载的全控制呢 应该是有三部 就是加载 链接 初始化 加载 链接 初始化 如果你要分的细的话 它有这样一些啊 加载 验证 准备 解析 这三个呢 你可以看多时间 可以都看多时间 是链接的一部分 然后初始化 初始化完了之后 可以干嘛了 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个类了 知道这个类呢 被什么 被卸载 这两块 我们就不多深究 关于卸载跟使用的 我们不多深究 主要看前面这一块 就这一块 那么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加载 所谓的加载 就是我们的第一步 那么我们知道 一个class 就我们的class字节目呢 它的这个本质就在于什么呢 把这个字节目内容呢 加载到内存里面 就是你给我 来的时候呢 是一些字节目 那么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字节目的来源很丰富 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呢 可能是硬盘上的一个class文件 那么大家看 这个class文件呢 这个 我们可以这么说 字节目的一个表现形式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字节数组 本质就是一个字节数组 也就是说 这里边呢 来源我可以是文件上的一个class文件 也可以是网络上的一个 什么 一个字节目 就是一个字节数组 也可以是网络上别人发给我的 比如服务器发给你的 对不对 比如其他程序发给你的 也可以是一个压缩包 比如架包 对不对 比如什么 比如什么zip文件 这些都是有可能 都是有可能的啊 甚至我可以从数据库的某个地方 对吧 加载一个class文件的内容 都可以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地方呢 来源很多 来源很多 可以来自网文件 可以来自网络 可以来自内存 对吧 可以来自数据库 等等等等 各种地方都可以 然后呢 最简单呢 被我们的内加载信号进行加载 加载完之后呢 会形成什么呢 会形成一个这样的内容 首先 我会把这些字节码呢 加载到我的方法区里边 在方法区里边呢 形成一个二进制的一个运行时的数据结构 也就是说 大家注意一下 在class文件里边是一个静态数据结构 经过这个加载过程之后呢 会在方法区里边形成一个什么呢 它的运行时的一个二进制数据结构 在方法区里面会有个数据 同时呢 在堆里边 会生成一个代表这个类的一个class对象 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讲反射的时候 的那个反射对象 那么这个反射对象呢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它就可以指向我们这个方法区里边的这些类的数据 如果我们要访问这些类的这些结构数据呢 我们外部的程序呢 或者其他程序呢 只能通过class对象来访问 这就是我们反射对象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反射内容呢 可以来访问到 获取到这个类的一些数据 就是因为它这样的一个结构 也就是说 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呢 一些自检码数据进来 那么什么出去了 经过类加载器 方法区里边多了一些二进制数据了 类的数据 同时呢 在堆里边多了一个对象 这样呢 就结束了我们的加载 好 加载完了之后呢 我要干嘛了 实现一个链接 所谓的链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将我们的 刚刚加载进来的这些二进制自检码数据呢 合并到虚拟机的一个运行的状态里边 也就是说 把它变成一个运行时 从这个静态的数据呢 变为一个运行时的数据 可以被运行 链接这里边呢 它又有这样三个小步 第一个验证 就是为了安全了 做一些基本的预法验证 看看我们家的链呢 它的这些结构信息呢 是不是符合虚拟机的基本的规范 有没有安全的问题 会不会危害我们这个虚拟机 第二个就是准备 准备是什么意思呢 正式的为我们这个类变量呢 分配内存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 这所谓的类变量就是什么呢 就是static变量 说白了就是 static变量 静态变量 为它呢 分配内存 并且呢 负出 出始 负这个默认值 注意 注意哦 如果我在这呢 定义一个变量 static a等于3 那实际上这时候呢 是负责是a字等于几呢 等于0 只是默认负初值 3呢 是后面在初始化的时候才会负责 就默认在这执行完以后呢 全部都是默认值 然后进行解析 这做完之后呢 开始解析 所谓的解析什么意思呢 就是将这个虚拟机里边的 常量池里边的浮化引用呢 替换为直接引用 那么我们知道 在这个 我们写好一个类里边呢 类里边有很多的常量 非常多的常量 比如说我们的类名 类名本身也是个常量 对吧 还有一些字符上常量 对不对 字符上的一个常量 比如说这些 数字的常量 很多很多 比如我们在这呢 咱们随便写一个类啊 这是类 最后一会儿 我用了一个常量的 走在一个常量的 是 我用了一个常量的 我用了一个常量的 对 那么大家注意 这里边呢 我们这写了一个简单的类 看到没有 那么这的长字符刷常量 这个常量池里面会包含哪些常量呢 比如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类名是不是常量 它是不是不会变呀 我在这写好之后就不会变了 对不对 方法名 对不对 参数名 还有我们这的什么 变量名称 包括这个常量 它这个是字符刷常量 这个数字 这些变量的名称 类型的名称 这些呢 都是作为常量来存在的 然后呢 在这个字节码编译好之后呢 它会放到我们的 每一个类被加载之后呢 都会放到一个 每一个类 在我们虚拟机里边呢 每一个类 加载到我们方法区里边呢 每一个类都有一个常量池 这个常量池里边呢 就放置了我们这些符号 这些符号引用 但是呢 这时候呢 这个符号引用呢 还不能直接用 还不能直接用 它只是个抽象的符号 那么我需要呢 通过解析呢 把它变为什么 变为直接引用 就是说我们的虚拟机去调用的时候呢 它可以直接进行调用 那在直接引用里边呢 非常一个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你需要把这些符号引用呢 转成它以后呢 就需要指定一下 来指定我们这个符号对应的数据呢 它存储的地址 这个地址呢 可以是直接的地址 直接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存放 也可以告诉你是什么 是相对地址 经过这样的一个解析制度呢 好了 我们的程序呢 就具备了什么 具备了初始化和执行的条件 听懂了没有 那么 如果你对这块 这个解析这块呢 可能会很多人会很疑惑 就常常吃这块 暂时也没必要做一个特别的深究 理解到这个层次就够了 或者关于这个符号引用和直接引用 咱们可以稍微打个比喻啊 稍微打个比喻啊 就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符号引用是处于这样的阶段 类似于这样的阶段 对吧 上学堂总经理 要找谁呢 找北京市市长 这时候呢 这句话就相当于我们的符号引用 他他都是什么 都是抽象的 总经理在哪里 不知道 对吧 市长在哪里 也不知道 然后呢 经过这个 替换位直接引用以后呢 是变成什么了 变成这样的了 总经理 对吧 上学堂总经理 他位于 比如说位于 一米处吧 一米处 他要找这个市长 对不对 市长位于哪里 如果是绝对位置的话 你可以告诉他 对吧 103米处 相对位置的话 你可以告诉他 相对于比如 就相对于他吧 相对于他 对吧 左边 10米处 就是我们的市长 他变成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去真正去运行 这个 去寻找的过程的时候 就很简单了 对吧 我找了总经理了 一米处的总经理 总经理呢 要找市长 很简单 对吧 我们左边10米 就是市长 这样就替换成什么了 替换成这样的 直接引用 这样我们程序 才可以干嘛 可以真正的运行起来 执行起来 也就是说 浮号引用呢 处于这个阶段 比较抽象 直接引用呢 比较具体 好了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接下来呢 这些步骤完了之后呢 我就需要干什么呢 需要初始化 初始化 叫class 对吧 clint classint 这个方法 当然这个呢 是我们平时 是看不到的 也就是说 老师 有的说 老师 我是不是可以 自己去定义这个方法 no 你定义不了 实际上呢 或者说 你不能直接定义 你可以间接的去定义 实际上这么回事 实际上呢 说我们这个 它这个内科技方法呢 是由什么呢 由编译器呢 来自动的收集我们的 所有的静态变量的负责动作和 静态的初始化框 进行合并 生成的这样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 你在写原码的时候 你是不需要写的 你只要写 你的类变量 静态变量 还有什么呢 static框 初始化框 最后呢 它会合并为一个什么 合并为一个 我们的内构造器 听懂我意思没有 合并为这样的构造器 然后呢 进行执行 进行执行 执行了之后呢 好 我们呢 当然这里边 关于初始化呢 这个 类构造器呢 执行的顺序呢 它会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具体的细节 细节咱们一会再看 比如说 先看一下吧 比如说我要当初始化 一个类的时候 如果发现这个类 还没有被初始化 它的副类没有被初始化 则会什么呢 初始化它的副类 当然这里边呢 有一个主动引用这个类 和被动引用的一个问题 一会咱们再细化 虚拟机呢 会保证一个类的初始化方法 在多现成环境中呢 被正确的加锁和图部 也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类的静态 静态属性初始化的时候 或者是静态 静态初始化快的时候 执行的时候呢 肯定是安全的 肯定是现成安全的 你不用担心 现成不安全的问题 然后当访问一个类的 静态域的时候呢 只有真正生命的 这个域的类呢 才会被初始化 这个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个 主动引用和被动引用的问题 一会咱们再细看啊 大家现在目前需要看 只是这的话 前三句话 先了解一下 那么说了这么多 说了这么多 接下来呢 我们去给大家写一个代码 验证一下 我们刚刚说的过程 好 打开我们的Eclipse 就以刚刚这个为例 大家看 这有个单目01 单目01里边呢 咱们再写几个class 比如classA classA这呢 咱们就定义这样的几个 staticInt 叫什么名字呢 寬度吧 随便定一个变量 没有什么实际含义了 就为了测试 然后呢 我定义一个 所谓的静态化的 一个初始化的框 static 好了 我在这呢 定义了这样的简单的类 A类非常简单 里边有一个数的 这个static属性 宽容等于100 然后加了一个动态的 加了一个静态初始挖跨 进行调用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干嘛呢 我们执行这个单目01 看一下我们执行它 然后我在这呢 我干什么呢 我在这就AA等于6是吧 6A我6一下 当你在这呢 去使用这个A的时候呢 显然就会先加载这个类嘛 你要不加载这个类的话 怎么要去6它呢 对不对 用上对象呢 好 我们跑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呢 不好意思 咱们再多下几句话吧 顺着我在这呢 写一个public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呢 扭一个A 那么我们执行的顺序 怎么回事呢 显然按照我们 刚刚给大家分析的话 先进行类加载 类加载呢 会执行什么 执行我们类的一个 初始化的方法 就是把它们了 它的这个复制动作 和这个经济初始化块呢 合并到一个类 初始化方法里边 初始化完之后呢 才能干嘛呢 真正去扭我们这个对象 也就是先会执行它 它完了之后呢 最后才是干嘛 真正的去扭掉这个方法 才掉它 最后呢 干嘛 答应我们这个宽度 看一看 大家看 是不是先初始化了我们的A类 看到没有 然后呢 再创建了我们 这个构造器呢 创建了我们这个A类的对象 同时我们看 打这个A的这个宽度的时候呢 是300 而不是100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 合并这个 他们两个代码的时候呢 它是什么 是从上而下进行合并 先给它复制100 一会儿呢 复制了300 那你用后面用的时候呢 显然就是什么 就是300 后复制的那个 听懂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也注意到 这儿大家看一下 关于这个 今天初始化困呢 咱们一会儿 还要给大家细讲了 目前呢 咱们着重于理解 这个类加载的过程 大家再看 我们这个整个执行的过程 在内存里面呢 是发生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现在我们把这个内存图 也给大家画一下 画图 给它扎到这儿吧 代码 方便大家看 好 这是我们的代码 然后画个巨星 把它圈起来 好 接下来这边呢 给大家画个内存图 内存图呢 是有这样一些 首先我们知道 内存那个图里面 有这样一些内容 首先是我们的这个 站 站区 然后呢 旁边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堆区 我们的堆 堆里放什么呢 我们知道 堆里面是放我们的 对象 对吧 充电法的对象 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区叫什么区呢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方法区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方法区实际上也是一种堆 也是堆数吧 就是说 实际上方法区 也是一种特殊的堆 也是一个堆结构 听懂了没有 好 现在我们来 把这个整个过程 留下 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第一步 我在这儿呢 会加载这个类 因为我们知道 我要去运行的时候呢 首先是怎么回事 肯定是Java 弹幕01 要这个对不对 所以呢 先会加载谁呢 先会加载这个弹幕01 那么加载弹幕01呢 首先会在方法区里边呢 把弹幕01这个类数据 这个class文件的数据呢 会进行加载 在这个方法区里边呢 形成一个什么 在这 这就是我们 弹幕01呢 对应的 计划数据 弹幕01 类 叫什么 运行时数据 就这个类 这里边的类结构啊 类的信息 对吧 包括静态的变量 对不对 这些静态变量啊 常量池啊 都在这儿 这里边呢 会包含这样一些内容 咱们写细点吧 哎呦 重来 这里面有这样一些啊 我仍然是画它 不过呢 这写的内容可能会多一些啊 有这样一些啊 有这样一些比如说静态 静态变量 静态方法 我冲到这儿 就是类变量类方法都在这儿 还有什么呢 还有常量池 啊 我们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这儿的常量池呢 对 都有什么内容呢 比如弹幕灵机这个类名啊 我们这个类名就是常量池的内容 对吧 甚至一些变量名也在 哎呀 对不对 都在这儿 听我意思没有 然后呢 存放我们相关的常量 然后还有什么呢 当然就类的代码了 听懂了没有 大概有这样一些信息 当然了 这个信息很复杂的 这个整个结构很复杂的 但是大家就没有必要再去深究了 再去深究的话 你这个学习成本 这个性价比就不高了 你把这些都琢磨透 对吧 里面常常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他这个东西方法表 对吧 是到底怎么弄的 那实际上你可以搞懂 搞懂之后 那实际上可能对你的工作学习 可能帮助并不是那么大 所以呢 到点到为止到这儿 那么在这儿呢 加载了我们弹幕01 然后呢 同时大家注意哦 同时在堆里边呢 也会形成一个对象 什么对象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java.land.class对象 代表 Demble01类 说白了呢 就是这个对象呢 会跟我们的 通过它 我可以访问到这个结构 就是我们以后呢 可以通过这个对象呢 访问到他这儿的结构 他这儿的一些 二进制的结构 从而操作这个类的信息 好 这样的话 才把我们这个整个弹幕01呢 就加载完了 就是说我们弹幕01 这个类呢 加载完会在方法区里面 形成它的这个类的一个数据结构 同时呢 会对里边有class对象 就是我们的反射对象 通过这个反射对象呢 我们可以获得这个类的结构 接下来呢 我们要干嘛呢 处理A 听懂了没有 A的情况其实类似 其实类似啊 首先 第一步干嘛 加载这个A的信息 我在这儿就站一下啊 因为套路差不多 Ctrl C Ctrl A 当然了 此处呢 应该叫 叫A 类A的什么 运气 运气就是这个数据结构 然后呢 同时也会在 对里边 形成这样一个对象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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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lan 点class 对象 代表 A类 代表A类 好了 一样的意思 给他们连根线 做过试图了 那么我要获得这个类的结构的话 我可以通过这个class对象来获取 这就是我们反射的一个核心的理念 大家前面一直在用这个class对象 你可能如果你现在理解了这个类加载机制的话 你可能会更加的明白 更加的理解反射怎么回事 好 现在呢 我们现在A有了 那这个类加载完了 加载完之后呢 才是开始干嘛了 真正的去运行里边这个代码 比如第一个A 对吧 这个A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局部的变量 也就是现在大家注意 现在我们把这个类加载完了 我们开始干嘛了 就执行我们这个Mate方法里边的代码 Mate方法执行的时候呢 会在这里边呢 形成一个所谓的什么 方法的一个战 就是Mate方法的一个战 战织 这个StackFrame 一个方法会对应一个战织 如果你在Mate方法里边又调了别的方法 对吧 它会干嘛呢 最后在这儿 通过这个战里边呢 来 挨个什么 再往里加 对吧 压战往里加 然后呢 这个A属于什么 是不是一个局部的变量 所以呢 在这个里边呢 会有一个A A这个变量 A变量 一开始A呢 是什么值 是Now 就没值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会干嘛 NewA NewA是什么意思呢 通过New 调用我们classA的什么 勾到器 通过A 通过这个 这个New 关键字呢 去调它 所以呢 会调用一个新的方法 会调用一个新的方法 实际上呢 当你去调这个A勾到器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个压态的操作 在这儿呢 会把这个 方法压进来 对吧 进行调用 在这边呢 这个调用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 在这个里边 生成了一个 什么 就它吧 生成一个 什么 A这个对象 听懂了没有 生成A这个对象 就A的一个对象 好了 然后呢 这是我们第一句话 实际完了 接下来我们干嘛 调用我们system 什么什么A 位置 对吧 打用了我们这个A A的这个位置 当你在这儿调A的时候 大家注意 我直接写A里面的时候 会干嘛 会引用到我们方法区里边 这些数据 直接A 这 A 点什么 就classA这个里面 A点宽度 对吧 找到这个静态 变量的宽度 然后进行什么 进行当用 打印出我们这个值来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整个 一两 刚刚那个 运行这段代码 它里边呢 发生的事情 发生的事情 刚刚啊 不好意思 刚刚忽略了一点 就是说我们加载这个A的时候呢 关于这个 这两个方法的 执行的一个时机 就是说 在这个类加载完之后 对吧 加载完了 加载完成 链接成功 初始化的时候呢 会调用他们这个方法 会把他们俩 合并到我们的 这里面一个叫什么 叫Cint的方法 CL 就是classint的方法 就在初始化的时候 进行 完了之后呢 才代表我们的 类初始化完成 才会创建我们这个对象 大家听懂没有 好了 这就是整个的过程 这次课呢 大家重点在于了解什么呢 了解整个的这个含义了 加载的流程 对吧 怎么加载 怎么链接 链接完了之后呢 初始化 初始化说完了就干嘛了 再强调一遍 就执行我们的类构造器 类构造器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把我们静态的 变量和静态语句块 放在和平上一起 就是一个类构造器 听懂了没有 好了 对吧 对吧 对吧